范例5 范例5 双曲線的方程式 給你是A平方次X平方 減B平方分之Y平方等於1 A大於B大於0 問你說它的正交線長是 A分之2B平方 請證明 那我們要知道說 什麼是長這個樣子 顯然它是一個左右形的 那其實你認了一個 雙曲線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旋轉平移到這種標準形 然後變成標準形以後 你要求到的正交線長 其實就在這邊 或者這邊也可以 那顯然這樣子的話 它都可以化成A平方次X平方 減B平方次Y平方的1 那在這個時候 意思就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 你的中心就是在0 這個中心在0 然後這一段就是A 這段是A 那這個點當然就是 這個A0 然後這個點是-A0 然後這個點就是你所謂的 這個C0 好 那你的方式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 它會變成A平方次X平方 減B平方方次Y平方等1 就題目給了這個 那你要問說 這段長度會等這個公式 那你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我把這段求出來 這段如果求出來之後 那這個長度乘以2就是了 就是這個正交線長 通過交點 那我們知道交點是C0 這個牽直線 當然X都跟C 這個F的C X一樣 都是C 所以這個點的XX是C 那假如說它是C跟Y 你把這個Y的高度 求出來乘以2就對了 或者把這兩個Y 都求出來兩個向前也可以 好 那所以你就要把X帶C 然後Y帶Y這樣進去 去求Y 好 所以帶到這邊來 就是說 你X用C帶進去 這裡用C 那去求這個Y 好 那把它求一求 這個把它移過去 B平方乘過了 然後 這個 把它去掉分號 好 這個先畫解一下 這個是A平方 還是A平方 那C平方解A平方 我們說 C平方解A平方就是B平方 所以上面會變成B平方 所以 這個B平方乘上的這個是A平方分之 上面也是B平方 所以 Y平方如果等這樣 那Y會等多少呢 是不是應該正負的 這個開根號 這個開根號 意思就是說 Y就會等於正負的A分之B平方 A分之B平方 那Y次A分之B平方 其實正交現場就是這個的兩倍 你也可以用這兩個相解 這個相解 答案是A分之2B平方 就正出來看看 好嗎 好嗎 好嗎